不是用抽的 这个是把它煮成奶油状 男子坐在椅子上 制作着大麻饼干 当场被袁景抓 女用做饼干就对了 在冰箱 男子解释着自己不是抽大麻 而是制作大麻甜点 还当场示范给袁景看 奶油快速加热 搅拌这就是大麻奶油 28岁的卢姓男子自行 上网查了大麻食谱购买了 奶油 巧克力 食品原料 企图研发制作大麻巧克力 奶油饼干 最后被袁景发现 当场查获 发现这个饼姓协议人 在网路上有购买 重新大麻的一个讯息 还将这个大麻巧克力的 制作过程 透过自己的手机 来录制成影片 影片公司后来参考 警方在饼姓男子家里 冰箱查获大麻奶油 大麻巧克力等等原物料 统统带回警局 移送地检侦办 做都卖都千万要不得 还有一名40岁的尹君子 跑到派出所对面 租房子卖毒 以为最危险的地方 就是最安全的地方 园警大力敲破玻璃 攻坚上到二楼 看到亮星男子玩着电脑 当场被逮 因为他涉嫌贩卖毒品 警方查获以40岁的 廖姓男子为首 找来许男和卢男 腰头在派出所对面租房子 当贩毒据点 作风嚣张大胆 没想到早就因为出入分子复杂 被园警盯上 最后被逮 存案顺后 依违反毒品 妨害防治条例 移送地检侦办 东森新闻 就像林轩台中报道